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中共政治局委员刘鹤率领超过130人的团队出席 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第48届年会 美媒则认为刘鹤可能模仿朱镕基模式 同时担任副总理和央行刑长诺奖得主米歇尔2013年曾表示 中国经济有三头颗灰犀牛颗口 距离爆发的时间点越来越近 1月23日至26日世界经济论坛第48届年会将在瑞士达沃斯召开 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将率团出席论坛 1月24日美国之音报道说 中国派出刘鹤MDASH一名高级经济顾问和政坛新兴MDASH 率领超过130人的团队出席沃斯经济论坛 金融分析人士预计刘鹤将在达沃斯会议上发表演讲描绘中 国2018年的经济原则 报道说刘鹤除了有重要的经济部问之物败 还是中共整治局委员外界普遍预计刘鹤将很快成为主管金融和经济的副总理 也有人猜测刘鹤将接替周小川出任中国央行刑长 报道还说刘鹤的职务要等到3月中共召开两会后才能最终确定 一些人甚至猜测他可能会同时担任副总理和央行刑长 就像朱镕基在90年代后期的职务一样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报告也曾预测 中共十九大后刘鹤有可能被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将更衣施展影响力 资料显示现年66岁的刘鹤于习近平是北京海淀区101中学童班同学 刘鹤大学毕业于中国人大工业经济系后前往美国公读工商管理硕士 曾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或公共管理学位 2015年刘鹤的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被授予孙野方经济科学奖 该奖项被称为国内经济领域最高奖 过去几年内刘鹤以中共中裁办主任的身份陪同习近平参加各种活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习近平曾向美国官员这样介绍 他这是刘鹤 他对我十分重要 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刘鹤晋升政治局委员 此次刘鹤出席达沃斯论坛 表明了他的地位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庄泰亮对BBC表示 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一般是国家总理等抓经济的一把手 此次出席暗示刘鹤以后会有一个新的政府职务 能让他在国际上有更多曝光机会 中国经济的Utko灰西纽Utko 学者何清联2017年8月15日在美国之音撰文表示 最近中国美提讨论经济问题时 LDQUO黑天鹅RDQUO与LDQUO灰犀牛RDQUO两个词汇斌线 这两个名词源于中央财经办主任刘鹤为一本书写的序言 标题是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 2016年西方媒体彬彬使用LDQUO黑天鹅RDQUO 一词来形容英国退欧于川普当选 人们也许不知道该词点出八年前一本书 但都知道Utko黑天鹅RDQUO 旨在不可预测的小概率事件Utko灰西牛Utko 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古根海姆学者将得著 米歇尔MIDDOT沃克纳什维克居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提出 此前他在灰西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 界定LDQUO黑天鹅RDQUO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Utko灰西牛Utko 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该文指出中国有三头Utko灰西牛Utko离其冲击力爆发的时点越来越近 其中防地产泡沫毫无一亿是中国那头最大的LDQUO灰西牛Utko符合世界所有防地产泡沫的两个特质 一是周期长一轮大牛市超过十年二是泡沫破裂时的洞山摇犹如雪峰和泥石流逃生非常困难 第二头Utko灰西牛Utko是Utko货币贬值 自今外流RDQUO引发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金融动荡 第三头Utko灰西牛Utko是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 官方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不良贷款或关注类贷款两类贷款共有0.3% 何清联还表示LDQUO灰西牛RDQUO当然不止这三头 但与这三大事社权局的问题相比地方债务理财产品危机都要算是枝节了 是LDQUO大和RDQUO与LDQUO小和RDQUO的关系 翻查我从前年开始发表的经济类文章 一大半都是分析这极大问题 但需要指出银行不良资产率远比中共官方承认的要高 中国银行业早已形成巨额坏账 围绕中国银行系统坏账水平的估算 何正义从未曾间断过 尽管官方数据称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额额约1.4末亿元 不良率1.75% 但外国同行的估算却高得多 2016年2月对冲击金黑曼资本管理公司 HYMACAPITALMANAGEMENT创始人凯迪MIDBOP 巴斯·卡尔巴斯曾指出 中国银行业的资本亏损可达3.5末亿美元 约合23末亿人民币 今年8月前会与金融分析师朱夏莲 CHARLENVCHU在最新报告中估计 到今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总额将达到51末亿元人民币和7.6末亿美元 这个估算数字意味着坏账比例为34% 是中共官方承认的不良贷款率5.3%的5倍以上 也就是说中国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6.8末亿美元 2016年11月17日 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禄MIDBOT 克鲁格迈 Paul Crackman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期间 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M-M- 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 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很难RDQUO Not too big to fail but too big to summy 在回答记者引述他人的看法 即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状况 必将带来政治领域的改革时 克鲁格曼的看法是 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 中共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 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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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